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这一期的三海视频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聆讯格这个副本 那么这个副本是不需要消耗体力或任何其他的一个卷轴的 然后它分为三个部分出近和急 出和近我是打完了里边有一些关卡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通关的一个方法 因为有的关卡我试了两三次之后甚至是了更多次之后才试出来一个通关的一个方法 因为很多关卡它是有提示你的一个先后顺序 但是很多是没有的 比如说第一个出他最后一个运筹帷幄就是把之前教你的所有的一些方法给融合起来 我觉得这个聆讯格比较好的地方是一我们可以体验这些英雄的一些搭配 另外也是算能够对很多R型英雄有一些了解 那么这个副本它的一个核心是控制这个九尾 我们先用这个单控来把九尾给控制住 让它的出手一直在保持在所有人的最后 让单珠来压所有人的血线 这个时候对方的两个击打之后单珠已经剩很少的血了 这时候老虎的铜伤筋就要派上用场 因为要不然地方会把我的单珠给秒掉 这个时候黄龙的一个单体输出 因为首先他不需要消耗灵气同时他能秒掉一个人毫无疑问要选的 另外一个是尽量帮助把这个老鼠给秒了 这个时候呢球鱼继续的用他的零件三分来把这个九尾的一个行动 每次都把它封在最后 所以我们要留足足够的灵气来给球鱼来使用 然后这个老虎的刚封呢也是打这个B方 争取能将B方尽快的秒掉 黄龙还是一技能也打B方身上 天虎也是用这个打在B方身上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球鱼还是打这个九尾 就要让九尾的一直不能行动 也就封他的出手 这个球鱼的单体封杀出手还是非常好用的 一方这一下也没有秒掉黄龙 黄龙就可以很顺利的一技能给清掉他了 这个时候千万记得天虎一定要开大招 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灵气是不够这个球鱼来放他的大招 单控这个九尾的 如果一旦让九尾出手 瞬间会秒掉全队所有的人 然后就是用普通攻击尽量的打这个九尾 消耗一些他的血量了 黄龙的一个大招是不需要这个灵气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每个人在普通打一下 包括球鱼最后也不需要使用大招 就能够把这个九尾给打死了 这个是出灵耀格的一个最后一关运筹帷沃的一个打法 我们接下来看进苍元格的一个打法 前面几个我觉得根据他的提示非常简单 我们先从恰德其实开始说起吧 恰德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多打两次才能研究透的一个通关的方法 首先是天虎先要开大 保证了全队的一个能够打的一个灵气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意义千万不要放大招 因为会被反击 所以他单体攻击了中间这个精灵 然后这个神之 他是需要将对面的反击给封掉了 尽量的封两个人 好这个时候青鸟再把这个再动一回合 给到意义再用大招 用完大招还剩30点 这个灵气是够第二个大的 所以到意义的回合他再放一个大招就可以解决到对面了 这样的话打起来就很顺利很快的一个过关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守护得当这一个 因为我觉得后边这些都需要一些小小的一些操作 所以虽然不是特别难 但是我还是想尽量分享给大家怎么样能够比较顺利的通关 那么这一个地方呢 是需要白蛇第一回合是要进行一个治疗的 因为对面的这个群攻伤害把这个血线压的比较低 需要把他这个九尾的血量抬高一点 以免在后面两人出手 包括拥合出手之后 九尾活不下来 我们看到九尾就生一点血了 这个时候九尾放一个大 然后再吃到了白蛇以后 白蛇用他的大招保护九尾 下一回合不会死掉 即使拥合进行一个输出 我们看九尾还剩下一点血 这个时候九尾打他一下 最后剩一撕血了 白蛇就可以一个普攻给收掉拥合了 这一关也就顺利的过了 非常快 接下来是破斧成舟 弃竹宝帅大局为重 那么这一关主要是要利用天狗的一个被动 那么天狗的被动的话 就尽量让一个血量低的人早点被打死 这样能触发 而鹿的这个同伤精 这个老虎的同伤精 我们可以看到挡了一下伤害之后 我们用云之给天狗加上 这个时候天狗大招触发之后 一定被动是来保护老虎的 老虎这个时候再用同伤精 挡一下这个九尾的伤害 这个时候他就会跪了 跪了之后 这个天狗的被动就触发了 触发完之后 他会打两次 你们看到连续打两次 这个大招这样就很容易把九尾给秒掉了 这一关也就很顺利的过了 然后下面是制敌要害 制敌要害的话主要是要控制这个复活 所以我们先来用这个拥合来把这个对面的奢比给打掉 把血量压低 奢比的第一回合 他这个技能是能秒掉拥合的 他会造一个傀儡在这个地方 我们记得千万要让这个傀儡不要给全体给炸死了 然后这个大招是可以用的 因为用完之后还有三十点灵气 是足够这个九尾来放一个大的 九尾这个大并不能秒掉所有人 这个时候他会 奢比会复活 同时会制造出一堆异的一个复制体出来 这个输出还是非常高 非常恶心的 这个时候必方先打一下奢比 然后再用这个老鼠打一下奢比 我们这个时候注意这个儿鼠这个老鼠千万不要用技能 因为他二十点用了之后 涂山的这个寻天技能没法使用了 这个时候再用九尾放大就可以秒掉全体的一个人了 接下来是烈焰灼星 是考验这个祝容和这个其他人的一个搭档 祝容凤凰的一个搭档 包括一个R英雄也是叠这个毒的 那么这个凤凰起手先来这一下还是比较猛的 然后长蛇的血迹 这个时候霍斗他需要 因为我们需要让这个九尾尽快的死掉 所以再给他叠一下这个灼烧 他身上一共有两个五层的一个灼烧了 然后这个时候凤凰记得千万不要用大招 就用这个普通攻击打他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要留足够的气 然后给祝容用他的大来单体秒掉这个九尾 因为九尾的伤害实在太高了 一旦让他出走全队就会跪了 这个时候单珠这样打 然后加上意义的秒掉了 祝容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血迹 然后把这个拉起来 现在有70点了这个能量值 我们记得要叠一个单珠身上再多叠一下 然后再用凤凰的一个大招 这样就能把对面给秒掉了凤凰的一个大 我们就非常顺利的过关了 接下来最后一关在这个苍原阁里的是后毒并进 这个是考验毒的一个用法 给你体验一下这个毒 因为和罗加上向柳的这个毒 还是比较的可观的一个伤害 首先天狐先放一个大 这个时候这个和罗被对面给晕到了 没关系 我们用罗罗给他解除掉 恢复了之后 和罗一定要记得上这个全体再上一层 这样能让对面多上一层毒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多上了一层毒 而且有个人还被毒死了 这个时候全体都会来打这个和罗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向柳的大招 我们记得一定要放这样能增加一个伤害值 然后这个云芝是给和罗进行一个治疗 天狐就正常打久位就好了 到罗罗这个时候也是用这个苦工节约灵气 给后边的和罗放这个二技能 和罗的二技能就能够瞬间的把毒伤害给计算起来 这个时候把向柳的二技能抖折蛇形 放在九尾的身上 这样九尾身上就有很多很多个这个向柳特殊的这个印记了 然后再进行击打 随后向柳的苦工就能触发这个印记的爆发 然后所有的伤害一结算就能够把九尾给秒掉了 这就是最后一关的一个打法 那么总体来说这个灵讯格我觉得个人觉得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的话 我建议你赶紧去打一打 然后了解一下不同的R英雄SR英雄 以及SSR英雄之间的一个配合 比如说同属性的都是毒 都是灼烧 以及一些守护 我觉得老虎的守护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静灵 好了 这就是灵讯格出和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小风略 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一键三连支持我 那么下期视频呢 我会考虑把灵讯格最后一个图的一个攻略给出出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